這個上一集用過了謝謝 上一集用過了謝謝 這集就不能用了嗎 欸 嫌棄了嗎看膩了嗎 我現在是安娜 不瞞您說其實從上一集就不小心看膩了 沒有你早就已經看了 這跟我跳什麼都沒有關係 這是深屬於人的問題 我知道了 不然你下次看有沒有辦法請那個韓國小姐姐來 我應該會比較開心一點 我們今天來到了 我就知道你講不出來要把球丟給我 這是哪裡啦 跟各位講這集特別的 我們這一次呢這集不是夜市 類似夜市 它其實是個黃昏市場 在板橋 這個叫做江翠市場 黃昏市場 薑翠 對薑紫翠 我跟他比較熟所以我都簡稱啊 對啊 就像我跟你很熟我都叫你懶叫式一樣的 蛤 好總之呢 因為這個傢伙呢很累 大家應該看得出來 他現在沒什麼活力 因為他還沒吃飯現在已經7點多了 很累 對所以我們現在趕快 我們現在直接去市場看有什麼好吃的 好被他不多說來 Let's go 欸市場看到完有什麼東西可以吃啊 我跟你講它是黃昏市場 所以 顧名思義它就是3點 還是4點過後才開始的 你就把它想像跟早事一樣啦 然後呢我查了 我那時候查網路呢 這邊其實有一個很厲害的炸雞 這就很適合我你知道嗎 對啊 沒錯啊 這就是很窄地的感覺 那你要買菜 你要買菜回家煮了是不是 欸那個魚看起來很好吃耶 哇這邊 哇還有水果耶 還有遮魚棚耶 喔對這邊什麼都 你就把它想像是現在是市場就對了啊 好想買喔 對啊你不覺得很多人在看你嗎 基本上因為我們是停在後面這邊停車場 對 這邊好熱鬧喔 你有沒有看到前面 前面那邊才是最熱鬧的 吃的都在前面 所以你是直接把我摘到屁股就對了 因為這邊才有停車場 哇是我太久沒有忘了市場了嗎 我覺得好多東西都可以拿回家 然後氣炸鍋炸一炸就可以吃了 對沒錯 現在氣炸鍋滿方便的 我那時候是查有一間什麼炸雞的 那種傳統雞翅 就這間啊 幹嘛幹嘛 對就這間 我想吃我想吃 唉唷 不用排隊耶 對 你要吃幾隻 我要吃雞翅 你要吃幾隻 我要吃兩隻 好 這間就是我在網路上查的 奇遇炸雞啊 他雞翅四隻 要不掉了 要 好 在網路上號稱 一定要排隊 才吃得到的雞翅 所以我是幸運女生 對 結果沒想到我們這個鳥時間來 不用排隊 好啦快吃啊 他就是那種傳統的 市場的那種 炸雞翅 也是要吃的大隻 你試看看 網路評價很高耶 怎麼樣是厲害的那種嗎 你都買幾隻回去當燒雞好不好 蛤 真的啦 這個市場呢 我只有查到這一間而已 其他我們要忙找 沒關係 它太juicy了吧 它很juicy的那種 然後超好吃 重點是 它皮超級脆 然後超級嫩 然後我就要販賣完了 所以我不想跟你廢話太多 我想多買幾隻 會等一下回去吃 gods 我們來的時間 實在是有點太晚了 我不知道挑的東西能不能多 但是剛好 好死不死被你看到一間 沒有生魚片 沒錯 把它切一點來吃 哇就這樣被你爽到耶 鮭魚嗎 還是要吃鮭魚 你選你選 真的很餓欸 很餓欸 那個狂暴禁食法 它這一間真的很好吃 因為有一些就是 市場的那種就是炸雞吃 它很乾然後很沒肉 然後重點是它這雞是很肥欸 對 而且它現在價格也不算貴 我們在外面買像這麼大隻的 有一些可能都要30到35塊 這一隻25塊 我是覺得它的皮很特別 很香就是那種傳統炸雞的那種感覺 下次這種市場 我覺得可以多來 然後早一點來 這種我也覺得我蠻有興趣的 沿路上看到好多那個魚啊 水果菜我都很想 啊你要直接買來直接吃是不是 性也沒有啦 那玩意就看起來很舒服 這邊找到了一間 扇魚麵 還有花枝麵 對我覺得可以來吃個扇魚麵 好沒問題 欸欸欸欸欸 我剛剛去幫你買綠豆沙的時候啊 然後我去套了一下那個老闆娘的花 然後他說呢 我們等一下前面呢 左邊有一間越式料理 然後右邊呢走到底 有一間臭豆腐 然後呢我們等一下這間店走出去呢 就是往前走一點點路 有一間賣包子跟鍋貼的 包魚 包子 包子跟鍋貼的 我剛先去看了 也在排隊 你好像真的不太會擠東西齁 對 噴的到處都是 對 蠻擅長的讓人家噴的到處都是 所以我覺得 就讓你擠 我買了這一盒 欸多少 兩百塊 兩百塊 兩百塊的生魚片 然後有三樣 鮭魚 鮪魚 跟蝦蝦 甜蝦 OK 當然是沒辦法 跟那個厲害的比嘛 對啊 但我覺得 要依現場的 新鮮度 吃起來的感覺 我也覺得 畢竟這個在市中心 對 你不能拿去跟魚港比 那當然不能比啊 現在吃個鮭魚 所以就是要夾蘿蔔絲啊 是中心吃到的魚 喔好 不然就可以了 我來吃一下鮪魚 果然沒辦法抱太大期望對不對 就沒辦法欸 就是如果你今天突然可以想吃 你可以 驗一下 對 解殘一下 對 但是如果你要抱持什麼太大的希望 就是 還是先不要吧 沒有 可以的啊 嗯 那如果很想吃的話 嘿 趕緊吃杖壽司 靠腰 吃杖壽司是殺小 欸它這一盤超大盤的欸 結盤下一道 因為它真的很大盤 鮮魚意麵 哇 它這個麵的量很多 我們正港台南的意麵 找這樣子 欸 喔我問你喔 你們台南這樣子 意麵炒一碗多少錢 太久沒去吃完 欸喔好香喔 我聞到 現在物價上漲漲漲 我聞到那個 炒那個鍋器那個味道 但是必須說喔 欸 這個東西呢 它剛剛有講 這叫鮮魚麵 對啊 它沒有寫鮮魚意麵 喔喔鮮魚麵 對 所以它就是麵 然後炒鮮魚這個東西呢 最講究的就是鍋器 對 然後跟它的速度 嗯 因為炒太久的話它會老 所以我們先來試一下它的 鮮魚麵 泰南的好吃 下面 你有沒有吃過那個牛排鐵板麵 哇 這個不是 形容非常好 其實是 真的假的 完美形容 完美 我 我 不得不佩服啊 這很會形容耶 好啦我們等一下期待 下一件 Go 好的 我們逛到後面來了 然後我們現在來尋找 尋找越南店 尋找越南店 對尋找越南店 欸我跟你講一件事情 我發現 我們下次如果去哪一個地方 我們吃完一家之後 我們就會問那一間老闆娘 然後 有什麼推薦 然後就會吃下一家 喔好像也不錯喔 好像也不錯對不對 嗯 問到吃到位置 但是越南店在哪 啊 沒開 這間 怎麼辦 回頭吃鍋貼 嗯 因為剛剛 那個阿姨也有推薦鍋貼 在排隊啦 還有包子 很隔壁的包子 啊 好想吃那個越南店喔 有沒有人吃過 可以底下留言給我啊 那個阿姨剛剛還跟我說什麼 你知道嗎 他說那間 越南店很多人去拍 很多網紅去拍過 我不是網紅啊 我只是一隻烏龜耶 對 哇這個 剛出爐 金黃色 因為我還會等很久耶 金黃色果貼 因為他剛剛說 全部的人都在等這一鍋 哇看起來那個 因為說你也他現包了 嗯 他旁邊那邊現包 哇 看起來厲害 而且還滿寶滿強的耶 肥美 這是什麼醬 這個是 應該是蒜籠 然後加一點點辣 這是醬油 先吃一個原味好 靠北 我不是他笑了 這有一點脆的耶 我問他嗎 怎麼樣 怎麼樣 排隊狗貼 你在加五顆 蛤 你在加五顆 哇 直接加五顆 在加五顆喔 這麼厲害的耶 哈囉 很好吃 很好吃喔 真的假的 它這個皮焦脆 然後它裡面的肉又很鮮甜 很嫩 很新鮮 喔 而且重點是你看 我現在什麼醬都沒有 然後如果有一些鍋貼 它們是那個豬肉不新鮮 它就會有一個豬味 對 但這個完全沒有 好你講得這麼的厲害 這個我勢必要先來吃一下 先吃一口的味 會不會很糖 不會 嗯 好吃對不對 要再加五顆 很甜喔 嗯 而且完全不用沾耶 我覺得沾醬 反而會可惜 過萬啊 對就是掩蓋 它原本本身鮮甜的味道 因為它本身就很好吃 因為它本身就很好吃 有點相見恨晚 而且這個 這個在加台羅蝦會很常買耶 對 味覺的很好 好美喔 真的很好吃 比巴擦好吃 哈哈哈哈 真的 但我有點期待 期待它的那個水餃 等一下水餃吃完 我們再決定要不要多嚼 因為這真的很好吃 很好吃 剛剛還有一個人想說 我們先去吃越南 哈哈哈哈 因為我對這個就真的是還好 就是跟越南比起來的話 我對這個是比較還好 但是我覺得這一定要吃 撥貼是這間 剛好後沒有LOGO 黃金傳奇 哇塞 黃國人就覺得這水餃不遺憾 鮮蝦水餃 鮮蝦水餃 謝謝 我先不吃 哈哈哈哈 這可以三起工廠嗎 呵呵呵 他沒有在那裡 不一火耶 等一下 現在現在 一整隻 怎麼又要再點十顆是不是 對 他那個菜很新鮮欸 一吃就知道就是今天現實 現殺的 吃一口的蝦子 要爆了是不是 我覺得這有可能是今天的第一名 如果對你不好玩 沒有… 一口一口蝦 真的沒辦法一口蝦 真的可以啦 你剛剛都要申請吃摘了 我可能會直接去世半年 不會真的快點去找蝦 只要趁熱吃 它那個蝦子還有蝦味 它不是完全的講是蝦 然後蝦特質的脆感 然後加上它那個高麗菜 最屌的是什麼你知道嗎 高麗菜我們平常要煮的時候 要把它炒到脆脆的 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包在水餃裡面 還可以把它就是煮到脆脆的部分 我覺得更難 然後再加上它那個麵皮 雖然看起來很厚 但是它完全沒有麵皮味 然後它那個鹹度剛剛好 完全沒有沾醬 欸對 剛剛沒沾東西 這樣吃很好吃 對 完全不用沾醬 不需要 像我這麼養生健康的時候 我都覺得很好吃 完美 剛好 所以下次大家來 不要浪費沾醬 直接吃 沒關係我會沾 真的好好吃喔 這一間 你要依水餃出來 我目前吃過的 從餃子 水餃進來 因為給幾分 我跟你出外景 這麼多 好像沒有吃過很難 不一定要跟我出去 你自己 我平常不吃水餃 真的假的 真的 我不喜歡 我沒有很喜歡吃水餃 因為我有一個怪癖 都一樣不喜歡吃有包皮的東西 不是 水餃我只要冷掉 我只要吃到冷掉的水餃 我就會想吐 看不到什麼 快點 什麼東西 沒有… 等一下吃 沒有 等一下都冷掉了 快點啦 你趕快閉嘴 我才就趕快吃掉 等一下吃 因為我有印象跟你出去拍的話 水餃我們就吃宜蘭那一間年紀人 你是不是不知道我在講哪一間 賣太奶茶了 然後那個夜市在橋下的 想起來啦 想起來啦 那間老麵 那個水餃我們那時候吃也覺得很好吃啊 多多點 我有點難別 它那間也是 現包的沒有口感 但它那間的菜沒有什麼 的菜脆 而且那間是韭菜口味 對 這間是高麗菜 點點 我喜歡高麗菜 我也是 你剛才吃到那個豬肉的那個 絞肉的筋 很爽喔 越咬越香 越嚼越香 再來 快 到時候 去吃 五 嘗 都 那是什麼東西 啊 你在藏什麼東西 我要看你不要一直用胸部擋鏡頭 不是 我跟你講 我家小朋友很喜歡吃水果 身為良好的台灣好媳婦 台灣好懶叫台灣好晚歸 台灣好什麼 好晚歸 的上一個 好媳婦 的下一個 好媽媽 欸 怎麼聽到什麼 好懶什麼東西 沒有 所以就是要買一些水果回去給他們吃 哦 不是我要吃的 哦 那我的咧 總結一下今天最好吃的就是那個鍋貼加那個水餃 沒有其他的了 雞翅咧 雞翅也不錯 雞翅 應該想說雞翅就是你在市場夜市裡面 就是你覺得它是標配的那一種 然後它雞翅也是好吃 但是沒有到驚豔 但是它的水餃跟那個鍋貼真的有點驚豔 想要來這裡特別吃的話 我就會選水餃或鍋貼 那可惜的是沒吃到越南 我也是這樣覺得耶 而且重點的是 你看現在都幾點了 我們現在這個時間 然後在這個地方 我覺得好多東西可以買哦 有菜有魚有水果 然後還有好多就是晚餐可以 做你那麼優秀的地方 所以你要 所以你要自己開始拍料理了嗎 我為了我的鄰居著想 我們今天影片到了之後 大家別忘了幫我訂閱加關注 記得開啟小鈴鐺 還有訂閱下我的IG 然後下支影片見啦 拜拜